我小时候跟外婆住在一起 所以我很喜欢看到 我外婆在养猪的时候那种情形 几十年后的今天 猪栏里小猪虎蹦乱跳的神情 仿佛还在邱美珍眼前 只要一提着木桶 一提过去的时候 那个猪就通通通通通过来了 还有那树下乘凉聊天 拉胡琴唱山歌的时光 这些年从脑海里一一翻出来 透过画笔越染于纸上 我觉得艺术家的那个使命 就是要画我们先眼睛所看到 我们感觉得道德 那是有情感的 所以我对那种乡土的 特别有兴趣 这个就是我们艺术家画家的使命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忘的 邱美珍擅长用水墨画客家生活形态 作品常被书籍选用 特别想要展现客家族群的乐天之秘 和自身的遭遇有关 先生脑中风陈之沃然 八年后留下他和三名子女 生活担子 压力全涌向他 我觉得再怎么辛苦 我们都会坚持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客家人吧 我不知道 因为从小妈妈教育我们就是这样 失去相扶持的另一半 思念成为创作的灵感 这里面是画了是有桶花 然后象征也是客家的那种的一些意念这样子 希望是有夫有妻是最好的 赞你死别的磨难吧 其实一般人会觉得是这样 不曾想过呢 不曾想过 对 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漂亮的作品 是 对 邱美甄说 自己没有一天荒备不画画 用深教带领孩子体会 什么是坚持的力量 我应该是不是讲不听的 我是应该往上走的 上课了 我应该是讲不听的 不是讲不听的 我应该是讲不听的 不是讲不听的 谢谢终于老师